嗨,你好,我是志强 今天这影片要跟你提的是 BitClub这一个平台的一些Q&A 那我在这边顺便也回复一些我群里伙伴的一些问题 首先,前一阵子这个平台它有做一点更新 所以它会要求要重新更换密码 那如果说你是使用它提供的那个连结 因为我这边已经没办法看见那个位置了 我建议你可以在这个Forgot your password这边 去填写你忘记密码的这个做法 好让平台帮你重新设定 你只要填上你的username,使用者的名称 然后填上你的原本当初登录的email 它就会重新寄一个更换密码的连结给你 你就可以重新再设定一次密码咯 OK 那接着是,我现在用我的主帐号来登录 那我在这节影片也会顺便分享一下 BitClub他们这一个平台究竟在做 究竟在做这个 我把声音调大声一点 OK 究竟在做这个BitClub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那每个月的投报到底如何 那我这边会做一个简易的一个说明 那首先,前面有几支影片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怎么去注册VIP,我们怎么去购买一个方案 那我们怎么去加入矿池的购买 好,那接下来就是会叙述一些它的好处在哪些地方 首先就是在于它每一次的挖矿 投资的平台 我觉得最好最不错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目前在这个投资项目的地方来看啊 我在矿池的这个投资,这是我的主帐号 看起来间隔时间有点长 那因为我前面的一段时间我都在做测试的动作 我在测试说,诶,我的这个回购 这个回购,我不设定100%的话 那这边的投报效果好不好 那看起来是50%还不错 它毕竟它挖出来的部分 total earn 出来它会有一个已经给付给你的部分 它就会回到你的钱包里面去 回到你的钱包 那目前看起来我在这边 这边0.155,这边也快要做 应该快要做复购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hour history 这边来看 每一次复购的小合约的金额是多少 好,像以这边来说 这边你看这边这次的复购金额 它累积到了是0.003它就做复购了 那在这边呢,0.00269它就做复购了 那这个是我设定复购之后 它会有一个5%的一个回购金额成为小合约 好,这是一个当初的一个设定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啊 主账号这边可能看不到出差别 不过主账号可以看到一个好处就是这边 比特币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做回购 回购的意思就是去增加股权,股份 我们刚刚在这个再切回来这里 在这里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是会增加这个share 就是这个股份 那未来当这个share到期的时候 其实我在每一次 因为我在不断的挖 我一直产生新的小合约 每一个小合约都是1000天 开始做挖取的动作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购 对我来说 我在这个挖矿的这个股份 就是会持续一直增加 那当然你要设定50% 100% 都没有问题的 不过在前期 其实我们预计会在这 大概365天左右的时间 都会设100%复购 设定有可能是 两年的时间都设定复购 因为其实在复购进来 回来的奖金是还蛮可观的 可观的原因在于 我在后面会提到 我先给你看看我在这个部分 他连续一直进来的奖金 这边都是连续一直进来的奖金 在每一次复购完成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在这边 将这些奖金传入进来 那一个月预估如果 有两次的复购的话 那就看你自己本身 你这个线做多大 因为毕竟他也是希望 你能够一直不断推广 这个平台也是希望能够去拼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 那个 全球算力 的一个 排名嘛 他希望透过集资众筹的方式来做 这一切的事情 那整体来说 有些人可能对比特币整个开采状况 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大概叙述一下 其实比特币在开采的时候 大约会在10到15分钟 就会有一块所谓的区块 现在来说大概是有25枚的比特币可以被挖出来 那加上一些演算法的方式来算 他就可以透过区块链我们讲所有的挖矿方式挖出来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集资的一个众筹的方式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透过这种众筹的方式 集资更多的资金去将这个算力算出来 那用你 因为他知道我一台机器需要比较高的资金去做成本的付出 有实际挖矿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说 你在实体挖矿上面你一定会要做一件事就是 你要有场地你要给它散热 那你可能一台是不够的 那你可能需要好几台才有可能挖得比较顺利 或是你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这样子的资金 包含你的电费你的场地费用等等这些的可能的开销管支 那这个平台他很聪明的 他知道说这样子所有的成本消耗 他都由他们那边来做承担 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非常消耗电力 而在bitclub来说 他们是在冰岛的这个国家去做这件事情 原理上他们本身的电力是靠地热去做发电的动作 所以地热发电因为本身它有天然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冷却上面它也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那对他们来说 他如果只是一间小企业 他只是没有做众筹的这件事情的话 他要去开采这个数字是很难的 所以整个的开采的动作 你只有大者恒大 所以如果你没有你自己本身是个体户 你要去跟这些大公司去拼搏的时候 你可能投入一台矿机就需要接近三万多的人民币 去买一台矿机 可是只是去拼一点点的算力 想办法去算出区块链上面的比特币的数量 那你这样子来说 集资的方式的做法反而几率是更高的 就如同买乐透一样 你今天我要中奖的可能性 是不是我可能要做一个包牌的动作 我需要买好几组才有可能挖到 才有可能中奖的机会会提高 那我是散户的话 我买一个我当然买到的机会就不大嘛 好它就是利用这样的概念 他也希望透过众筹的方式 把资金都集中在他们手上 把资金都集中在这间公司 而他透过所谓的 他们可能所需要的一些 电费开销啊 系统维护费用啊 还有一些大型设备的一些 采购的一些费用扣除掉之后 因为他可以拥有更大的算力来做这件事情 而透过这样子持分比例的股份的方式 去做所谓的会员的收益的回馈 相对来说 比起你自己一个人去做挖矿来得更好 这个是目前bitclub最好的一个优势存在 那可能有些人会怀疑说 他现在这样挖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网站上看得出来的差别 一个是最有公信单位这个blockchart blockchart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我们看到1月8号这边 bitnetwork这边 bitclubnetwork这边 他本身就有挖到相对应的一个记录了 这些记录都骗不了人的 因为只要有上面就会有 那当然啊 坊间有很多自称有在挖矿 有在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来查查看 他们在今天就1月8号这个日子里面 他们有没有他们相对他们记录的一些资讯 你就可以来判断说 这样子的一个挖矿的状况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真实的 第二个是 在这个blockchart上面呢 其实他以现在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OK 目前我们看到了 他总共挖到 那个bitclubnetwork 他总共挖到的区块 有这么多 total的区块有这么多 再来看 在这边在一个小时 是12分钟前 还是有挖到一些 他陆续都有去开到 开采出这些的区块的位置 每天都还是有在做挖矿的跟 记录的动作 那在这个 在这个上面的一些 一些记录来说 14颗比特币 这是某一个区块嘛 这是14颗 我们再看 其他的 在这一个 6个钟头之前 的这一块 OK这边一个 这是16颗 16颗 那全世界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 在做挖矿的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 他众筹集资挖矿 就是把这样子的分论结果 分论给所有的会员们 那他采用会员制的做法 就是不希望说 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 他希望透过这种 会员推广的方式 第一 他可以省下更 庞大的一些 广告费用 去接近这些散户 去说服他们 去用广告去做 而是透过忠实的会员 推荐给忠实的会员 去做享受跟服务 那 你可以说这个是直销 但是在国外来说 这样子的销售方式 是非常普遍 而且非常常见的 你认为好的东西 你介绍给你的朋友 让你的朋友 也共同来受惠 那这样子的做法来说 其实是不可厚非的 是比较成熟的一种销售方式 那也并不是说 我所有东西 我一定要透过 不做直销 我一定要透过广告来做 你有想过 如果要透过广告来做 那是不是他挖出来的 比特币的数量 就有一部分的费用 要去扣掉他的行销 销售的这些的 层面的状况来做 那相对我们对投资人的 这个获利来说 就会偏少了 所以透过组织的方式来做 他就可以在这组织上面 给予较高的 所谓的推荐的奖励 让你来做 获利的部分的分配 这个来说是 才是比较优质的 你想想看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 我们讲全世界最大的 那一家 支销公司 安插好了 他为什么他有办法 做到这么多的会员 使用他们的产品 然后都这么的爱用 而且是全世界最赚 最赚钱的行业 而且你想想看 你在坊间 可能很难看到他们的广告 或是就算看到他们的广告 也是知道说 他们在这边有一个经销 而事实上 你是需要有加入会员 才可以作为购买的一个动作 当然你加入成为会员 你使用这东西 产品真的不错 你介绍给你的朋友之后 他们也愿意 从你介绍的部分 再拨一些些的奖励金额 作为奖励给你去做分配使用 这就是直销 我们讲所谓的做组织行销来说 最有魅力的地方 但其实真正最有魅力的地方 其实还有更好的一个部分 我在这里我做了一个表格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这边我大概就做了 这边以这个bit club 它总共有可以分到9代之后的奖金 这边是9 这是第10代 你自己是自己之外 这是你的直推 第1个直推 第2个直推 我们会称为这叫team1 那3456个人呢 我们就叫team2 都是你的直推 678呢 也是team3 就是你的直推 第9个也是你的直推 第10也是你的直推 而在推荐奖励的部分 你只要推荐一个人 你就享有5%的推荐奖励 就是他当初投入金额的5% 那这边来说 付购奖金就是10% 付购奖金好 是好在就是你刚刚看到我在 我在这边所显示出来给你们看的 这个所谓的每次付购出来的奖金金额 奖金金额 这边付购出来的奖金金额 看起来都很少 没有错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投入资金也不大 不过这样子看起来 投报大概也有 也有个10%左右 那比起我们把这样子的资金放在银行 来得好很多 好来得好很多 先说明这边的计算 我们在投入的资金来说 每一个资金 每一个球的位置 都需要有一个99美金的一个位置 99美金 我先把它全部拉下来 我们先移到第8个好了 这99是固定的 你每一个位置都要有99美金 而我们在主帐号 这边也会要有99美金 那我在投入的部分 我们是以500 假设以500用最基本的矿池来算的话 我500开始投入的时候呢 我如果推了我的第一个人 跟第二个人 对我来说 我就可以拿到这两个的奖励 就是第一次的奖励金额 就是50美金 50美金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我推一个人 我已经拿到50美金了 我已经50美金 那如果说以你自己 只有做一球来说 你又推了两个伙伴 那其实你 你已经回收了 10%了嘛 好你已经回收10%了嘛 好 那在于你每次复购的时候呢 你他以复购的奖金 都会用你 都会用你当初 投入金额的5%来算 所以这5 所以这5%来说 你在第一次你自己的 复购奖金就是用25块 来算每一次的奖金 而25块奖金 以我的第一个人来说 我的复购就是赚25块的10% 那我34567呢 就是赚我25%的12% 我678 那这3个team3呢 就是赚我25块钱的15% 那我从第9个第10个开始呢 就是赚我这个人的18% 那在我们团队运作来说 我们会建议我们自己 会用所谓的1加8 就是一个人推8个球 就是各填500上去 那第9第10个人开始呢 这些都是所谓的 你自己额外再推荐进来的伙伴 那不管你是有没有推 有没有推这个500 我们都不会算在内 因为这个投入的可能是 是由伙伴那边来做加入的 那假设我已经有10个伙伴了 最后来说我有10个伙伴 我每一次的复购 我就可以拿到的奖金呢 每一次的奖金就是34.25块 那这34.25呢 相当于我一个月可以拿到1到2次 那要看他每一次复购的结果来做决定 好,什么叫复购的结果呢 我这边先做登出的动作 我用我另外一个账号进来 OK,我们可以在这边点击一下 看一下我复购的结果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从9月27号开始做这个账号的投资 11月7号、11月29号我都复购一次了 12月13、12月25我也做复购了 我也产生复购的那个机会 所以我等于每个月这样看起来 会有两次的复购 两次的复购 我们先不谈所谓的比特币的涨幅 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一个月我可以拿两次 我们把它先做一个基本的加总 OK,你看我这边加总就是34.25 我这边等于乘以2 等于他乘以2 我一个月可以拿68.5块美金 这个只是我每一次的复购可以拿到的金额 那相当于我自己已经投入 进去的资金来看 我是1加8 还加上我这边所有的奖金 所有的金额是5391 但是这样子的复购奖金来说 它是持续一直在领的 是每个月每个月一直在拿的 而这个每个月的挖矿的结果 这个挖到的结果呢 是这个股权所share下来的 等于说我的职账号 我这1000天如果我都一直不断的复购 在这1000天之内 我就会一直不断的复购出来 这么多的奖金在我的 在我的我的回到我的组账号里面去 那如果我今天只复购一年 我剩下的日子我都去做所谓的提领的话 那相对于我的股份只要越高 我所分配到的比特币的挖矿的数值就越好 所以在初期投入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 我们在做这1加8的这个做法来看 我们会希望这8个账号 全部都是做百分之百复头 给你到的你的主账号 让你的所有投入金额的资金 可以不断的趋缓 而这个部分其实以我自己来做的状况来看 我其实我自己本身的投入 并没有投入到这么多 因为有些是动态下来的结果 所以我就会在这里面一直不断的再去做 所谓的回购 等于说我自己赚到金额我就继续回购回去 像这边来说我有伙伴他也是500加入 我目前10多个伙伴 那这样子做起来 其实我的业绩对碰已经不只是两次了 所以再以这边两次来说 我们其实每次的对碰奖金 以我这个级别500的级别来说 我还可以再拿200美金 可以再拿两次 这个是他的规则 规则就是 你实际上做到业绩有达到 左右边各有2500的时候 只要达到2500 就可以拿一次200美金的这个制度的做法 当然说这么多 其实重点都在于说 复购才是他真正迷人的地方 因为你想想看你今天你推荐的伙伴越多 你后面全部都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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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是4.5元 而且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挖矿的这件事情 并且有更好的机会 我讲更好的机会就是说 你其实你只要一次的投入 对我来说我一次投入这样子的金额 一次投入这样的金额 我就可以一直不断的 从这个平台之中 转出我想要的比特币的数量 那 目前 目前整个的整个的挖矿的结果 其实他是 他是公开而且透明的 我们也相信Bitclub 他们本身的一个成长 其实在台湾来说只是刚起步 因为目前这一个平台目前最大的国家好像是在日本 日本目前做的比较大 台湾目前我们也是有一个团队正在做 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看了这样的影片 你有任何的你有兴趣呢 你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 Line ID直接加我的Line 跟我成为好友 那我可以再跟你做更深入的说明和解释哦 好 也期待你能够在 这个 也期待你能够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所收获 那我也 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能够解决你心中的疑惑 也录给我的伙伴 让我伙伴知道说 其实我们在复购上的奖金其实是非常的迷人的 因为它每一次的复购都会为你带来不错的收益 这还不包含比特币的涨幅哦 所以在这边我也恭喜我已经加入的伙伴 当初你们在十多万的加入 那现在其实比特币稳定的大概落在45到50万上下 其实光是比特币所做到的账面价值就已经高达快四倍了 那另外就是这样子的平台它本身是用美金来做计价的 所以相当相对于来说如果它比特币涨得越高 对你来说对这个挖矿的结果来说越是好 为什么 因为我现有挖出来比特币的数量 我就可以数量是越挖越多金额越挖越大 以前我挖出0.001我可能只有2000块钱 现在我挖出0.001我就有4000块钱 当然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比喻的一个说法 那不过这也是事实 因为趋势也是如此 如果你也想赶上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这种被动式收入的一个趋势 欢迎你透过下方的连结跟我做联系 我来协助你哦 我是Joy志强 那我们在其他的影片中见咯 拜拜